NEO 聊世紀 天天有多開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硬家人對上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 無法預期的索科特拉達 OK 差點忘記這場比賽的名字 那這個比賽呢 他的TC只要被破壞掉 那一方的玩家就會輸掉 所以在這種特殊地圖裡 TC保衛戰特別重要 那這張地圖呢 他的打法很像是沒有實場的競技場 而且又是阿拉伯的複合體 那為什麼像是說阿拉伯呢 因為他有複石複金 還有這個主金果子 但是這個數量都會稍微少一點點 而且離對方家裡只有一線之隔 這個就是這張地圖的特點 那這張特點呢 就是打塔弓文明通常會比較吃香 因為這個塔弓快弓 是一個強大且有效的戰術 那YO這邊是選擇了阿拉伯A10級文明 印加人 那印加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強軍事 像什麼槍矛前鴨 還有這個老鷹鴨制之類的 可以更快成型 因為不需要蓋馬舊的關係 水木頭可以省下很多 在前期可以都撒農田 打出自己的軍事優勢 好那這邊 Dark是選擇了波西米亞人 那波西米亞人 這張地圖的發揮來說 還是一樣 只能打這個戰車快弓 會比較適合他 那風紀時代呢 打弓兵跟槍矛 優勢並不大 而且經濟加成 也只有這個挖金挖死 所以如果是要打前期快弓的話 也是得打這個塔弓狗 所以整體來說 YO的話 優勢還是比較大的 而且這邊YO的房子是給雙倍的 又可以省木頭 而且他的實況呢 插劍塔的話 也有這個實料減免 所以整體來說 YO這邊的打法是 更適合打這張地圖的 好那YO這邊是 拉了一隻村民 過來幫忙打架 然後這裡鴕鳥 都被Dark給射掉了 這張地圖 也有玩家會玩歌的人喔 因為一開場就可以點織布 織布技術也好 就可以去射對方的豬阿 鴕鳥阿 好那YO這邊看到野外的豚 都死一片 趕快拉村民過來吃 那這裡的話可以下一個魔法 考慮趕快吃個一下 不然這個一來一往 村民要花很多時間喔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待會木頭 我要先挖家裡附近的木頭 家裡附近的小樹 在前期也是相當重要的 不要隨意的把它給 拔掉 給它用農體給蓋掉 OK 那Dark這邊是前期一個開稿 後面直接開始伐木 那這裡木頭越來越多 快先來 魔防 那自己家裡喔 這個鴕鳥也是被歪歪給射死 兩位都是被射死的狀況 但是這裡並沒有要投資 這個 魔防喔 而是選擇一個遠程採鴕鳥肉的一個打法 那鴕鳥肉都已經湊到只剩下100多肉了 這邊只要拉三隻村民過去就好 不需要拉到四村喔 四村有點太多了 好 歪歪這邊細節有做好 那通常三隻村民都可以帶100粗的肉 那鴕鳥本身是140肉的關係喔 所以只要湊到剩下130以下的時候 或120以下 三隻村民去採就不會太虧 而且還會自動的遠地返回 還算不錯 這邊是拉了六隻村民去遠程吃鴕鳥肉 波西米亞這邊是決定把模仿開在了果子去 然後拉兩隻村民去稍微吃一下鴕鳥肉 這裡鴕鳥肉已經湊得差不多了 兩邊前級開稿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萬要這裡補下了一個防務場 不是防務場 模仿 吃果子的話經濟還是不錯了 待會還可以考慮打個什麼槍矛 所以前面這個果子一定要守住 然後自己的實況要稍微看一下 左邊跟右邊都各一戳 那待會YO沒意外的話是要來打塔公公 或是打這個槍矛前鴨 配塔公 因為印加這個文明是非常適合在這張地圖這樣打的 那波西米亞的話 無一例外就是塔公公 或者是打這個職程 好這裡挖金礦二十三村 二十三村 然後四人採金 然後農田九片 九個人採購 不是九片農田 我想這裡怎麼會九片 這裡九片農田有點太多了 OK這裡直接補了一個均衣 馬上來倉兵 然後後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那波西米亞人這裡還沒有挖石頭 目前還不知道YO的意圖 這四隻村民趕快先採個礦 右邊這裡圍死圍到底 這裡要圍一下圍一下 好這裡毛病出來 看到採金的村民 好直接拿走 後面還有一束金嗎 有耶其實後面有金 那我覺得這邊是Duck的一個失誤 如果遇到硬家人 結果還在外面採金礦 如果說我就直接在裡面採金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一擺木頭就浪費掉了 這個採礦地應該是用不太到了 好那我要直接把一根劍塔 插在這個位置 哇這根劍塔 直接鎖三種資源 兩個金礦還有一個石頭 好這裡趕快修 後面這個木牆要小心 好城堡封建時代點下 24P加2應該是沒有辦法 而且右邊又拉了這麼多的村民 去圍圍牆 而且剛剛的鴕鳥肉也沒有吃完 所以前期這個部分 波西米亞人上去的話 是很困難的 除非他這邊是要斷肉 斷村然後純肉去生城堡塞 那就另當別論了 不然的話這邊可能要按到 28村或32村 才有可能生城堡塞了 那黃金的部分也要趕快繼續挖 肉也不能斷 好不然冰工廠跟 市集 可能是想要作秀給YO看 讓YO覺得 欸 大可我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通常看到這兩個建築物 就會意識到 對方應該是點城堡了 不然我怎麼會把木頭放在這裡呢 不趕快去撒農田去採肉 這算是一個心理戰嗎 好那這邊果然趕快補下採礦地 要趕快去挖石頭防守了 好這裡有一個木牆 好 歐歐這裡決定直接插在正前方 右邊直接補一個木牆 跟對方對打 這要拉火子的村民過來一起蓋 不然會蓋不起來喔 歐歐這邊五隻村民敲得很快 現在五隻村民打塔攻 是最正確的打法了 五隻村民才可以讓劍塔的傷害到最高尺 好這裡居然可以拉一隻村民 隔空打不 烈旺塔 這個就有點厲害了 隔空開敲 哇這裡被射死了一村 大可這邊有點小虧 好這裡劍塔這麼蓋好 收村收村 好這裡圍了一下 好 稍微把這個牆給滴掉 好 趕快去 往前 進攻這個 烈旺塔 看要不要再拉個一側 血多的過去打一下 這隻血有點慘 毛兵一直有機會可以偷點 但是現在沒有一級射的關係 毛兵實在是有點坦喔 哇這隻停下來的村民 哎呀尷尬 結果歪要直接拉兩村 進來開扁 結果反其道而行 歪要這邊拉兩村進來直接開打 那波西米亞這根劍塔就很危險了 好現在這裡要頂著劍石的傷害 快修 這兩隻村民打劍塔傷害很高 這裡要趕快拉更多村民過來 好 好劍塔再次修好 血量又滿了 繼續輸出 這裡YO打得非常漂亮 這兩隻直接衝進來 開拆 相當的細啊 好那Dark這邊 由於石礦被卡住的關係 所以現在也不能蓋什麼連環塔 好石頭越來越少 好還是要花個100木呢 花個100 花個100多塊黃金 買個110 再蓋一根劍塔 哇 結果這根劍塔直接放棄 這裡決定沒有要繼續跟YO打塔攻了 好那這裡趕快三層寶石袋吧 既然這裡放棄的話 趕快賣掉一堆木頭買一些肉 好三層更重要 要不要再買個100肉呢 好臭名書現在是33村 哇過來來到32村以上了 好 好後面再補一個劍塔 買了100石頭 一定要守住這個黃金區 不然就要被秒殺了 歪歪這波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槍矛繼續壓制 開始轉弓兵了 這裡轉弓兵是為了要省下肉類 趕快升城堡塞 所以也更有殺傷力了 自己有優勢的時候 轉弓兵更有用 好這裡不敢進去 這裡達克一直有在看 好正面先維號 補雷跟劍塔 這裡有洞開始被挖穿囉 好達克終於補下了 城堡石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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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兩邊進攻也是有意圖在的 因為如果這裡沒有冰的話 大可的村民隨時可以過來這邊挖石頭 然後蓋一個新的劍塔 重新獲取石頭的支援 所以這邊波西面上去之後 要看的重點是要怎麼獲得一根城堡 這一根城堡要怎麼獲得 是相當關鍵的一件事情 而且這邊已經進入了 已經投資了那麼多劍塔了 還有這個石牆 現在石頭非常不夠 有可能這邊是要透過買賣喔 畢竟波西面上這邊挖黃金跟挖石頭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因為這個免費挖石挖金技術 好 這裡再補一個兵工場 波西面上現在一隻兵都沒有出 選擇是劍塔防守 配上速城 然後蓋城堡 出戰車的打法 YO這邊應該也是預測到了 這時候待會是要打戰車 待會要點出自己的生旅 跟這個投石車 加以反制了 好 上到城堡時代的波西面 直接買了一根城堡 果然是要把這個石頭給拿回來 補在正前方的位置 但沒有補這個位置 比較稍微偏保守一點點 那也還好 這個只要點下一集射 城堡就可以吃到左邊這個瞭望塔 好 趕快上一人挖一下石頭 好 戰車趕快按 一台戰車按出來 補死派戰車 好 那YO沒有要放棄打塔弓 這邊又補了一根劍塔 想要封鎖裡面的墓區 城堡直接把這瞭望塔給射掉 快唷 第一台戰車要去哪呢 就不這個慘況地 繼續沿用 還不錯 黃金繼續保守起來 裡面這個劍塔建成 第一時間是拉胡斯派戰車過來應對一下 想要用戰車去解瞭望塔 但這要解很久 不如趕快把這個戰車拉到前方 防守一下金礦被騷擾的部分 好 右側目前沒有太多的進攻 把大克的劍塔給射掉了 那YO這邊的石頭呢 現在是不足蓋寶的 而且要買賣也不行 所以這裡 YO就算蓋城堡出來 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反制戰車 所以待會上去 應該還是會先補個雙修道院 趕快點救出思想 還有這個 生旅 血量 還有這個跑速 好 這裡存一些木頭 YO等一下 就要出關了 大克這邊戰車策略 還算是 算能打 但 嚴格上來說 不是執行得非常完美喔 哇 YO這部工兵要走進來 會毀天滅地啊 哎呀 直接被溜了進來 裡面的村民只能被射跑 只能要洗兩村 這一村應該是跑不掉了 好 戰車趕快過來 但是 YO 這裡應該是沒有辦法可以防守 這裡應該是跑不掉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劍塔 好 大克有沒有看到 正前方部分 暫時 沒有任何的進攻 好 結果YO是選擇了 單修道院 然後出投石車 反之戰車的一個想法 並不是 純 生旅 反擊喔 OK 這邊劍塔 趕快拉村民去 插一下 好 這邊 攻擊手想要去駐守到另外一個地方 戰車過來防守 防守住 防守住 殘血的村民拉走 趕快拆掉這根劍塔 好 投石車出來了 現在戰車出來也不會怕了 好 生旅過來先撿個生物 待會兒有機會再去點一下救贖思想 後面戰車也過來 村民繼續手撕劍塔 但這兩根塔是連環塔 是連環塔的話要小心一點了 好 這裡塔再收村 兩隻村民趕快射這邊塔下的村民 欸 叫不出來打架 尷尬了 這裡面村民出來先修理一下 廖望塔 繼續為廖望塔爭取一點時間 上方這裡拉一隻村民過來打投石車後 後面有工兵 右邊的戰車把右邊這兩根塔可以解決掉了 好 這根建築物也要解決掉了 哇 大可這波反擊打的確實不錯 好 戰車繼續往前推進 攻擊人民非常速度很快 哇 直接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現在WOW的村民術已經跟大可持平了 40隻村民對上40隻村 中間這裡12片田繼續踩 這根建塔拆掉的話 爬木場又可以繼續利用了 好 但是左邊這個居住防射暫時無解 而且現在沒有過多的黃金 可以去點下救贖思想 生旅科技轉不出來 所以對上投石車 現在大可是比較頭痛的 而且現在要穩固胡斯派戰車的數量 也不太可能去點救贖思想 所以這裡算是波西米亞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對WOW來說也是 那如果大可這邊是直接單純出胡斯派戰車的話 那最好的打法就是轉出生旅 然後打這個救贖思想 而且 WOW這裡如果真的打生旅的話 波西米亞的話 還有這個贖罪思想可以反制 但是WOW卻沒有 而且沒有宗教狂樂 所以主動性來說的話 這個大可的生旅戰 是更有優勢一點的 好 那這裡戰車直接壓到農田處 農田 反擊 戰車 直接把投石車給打掉 好 中間卡了一根城堡 但是戰車在這邊無情輸出 沒有救贖思想的YO 生旅只能在後面幫村民補補血 好 好 只要卡住這個位置 這個石頭就不能挖 好 玩到這邊買賣一波 沒有要打算生 生就俗思想 而是要直接樹地嗎 買賣樹地斷村上 OK 再跟城堡蓋好之後 劇情投石機 趕快買賣一波 上去就沒問題了 這裡石頭要賣嗎 100石頭 好 100石頭也賣 好 戰車直接開進來 好 村民要趕快撈幹了 好 波西米亞這邊戰車還在出 那這邊的資源量 待會要應付劇情投石機 實在是有點痛苦 畢竟自己沒有帝王時代 也不會有火炮 之類的東西可以用 好 但是其實 福斯派戰車 打巨型投石機 傷害也是很高的喔 所以待會就要來看一下 福斯派戰車 Dark能不能用得好 才可以反擊回去 結果這邊來蓋堡 Dark這邊想要破壞 Y.O的城鎮中心 讓Y.O無法送到帝王時代 這兩台投石車很關鍵 一定要把握住 好 但這個城堡還是想要幹 戰車想要來反擊 但是投石車一直在炸 又炸到了一些村民 戰車直接反擊 拉一些村民過來 但是Y.O也會拉村民過來修投石車 投石車再次反擊回去 戰車一台一台的倒地 左邊兩台戰車又被炸掉 好Dark的戰車都被投石車全部用光 好這邊直接硬蓋堡 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兩台投石車開始往後拉打 哎呀 這個投石車好強啊 好用TC解掉這邊追逐投石車的村民 Dark的村民數只剩下三四五車 越來越少 帝王時代還有四十秒 這跟堡就剩蓋起來也沒用了 因為Y.O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而且自己的戰車也損失殆盡 大可這名村民直接死成一片 Y.O這個帝王逼對方B戰的打法 直接逆轉比賽啦 哇就算他沒來蓋這根堡 大可應該也是輸一半了 因為巨型投石機破西面啊 城堡時代真的不好解 好這根堡蓋好了 電用時代升上去 巨型投石機已經蓄勢待發了 好拉了兩隻村民過來 但這裡有小宮可以幫忙防走一下 好這個可能要先拉村民去扁弓兵 欸出來結果沒有扁 直接拉走 好直接手撕投石車 把投石車給解決掉 好打可這村民數只剩下17村了 好用了這17隻村民去按炸藥桶 就是要拆你TC TC拆掉就算我贏 但Y.O這邊也知道 欸我不領城堡我先拆你TC 反正TC先拆我先贏 好現在大可把所有的炸藥桶 一直按一直按 看會不會一波炸掉 好那Y.O這邊有沒有意識到呢 裡面有插旗 插的是炸藥桶 而不是胡適派戰車 但巨型投石機這邊攻擊TC速度很快 這裡要拉更多村民過來修 但是會沒木頭 趕快補一些人去挖木頭 哇TC已經半血 看一下這兩邊的TC血量掉很快嗎 好上方炸藥桶要出來了 裡面現在有五隻剩個炸藥桶 但是巨型投石機猜很快 哇 波西米亞的城鎮中心 先被Y.O給擊殺掉 遊戲結束 後面的四隻炸藥桶 沒有來得及出來 去炸Y.O的城鎮中心 瞬間結束了比賽啊 哇Y.O這一波打得非常緊張啊 最後是一個精神的逆轉勝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Y.O 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畢竟他的塔空 確實傷到了大可很多的資源 只有木材有益 其他的食物黃金石料 都贏了一些些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按下訂閱 按下,按下,按下 按下,按下